通过上个视频,大家已经可以算出简单的组合数了 例如C23,分子从20开始,分母从3开始,都向下连于乘3个数 得到20乘19乘18,除以3乘2乘1 然后约分,18和2乘3约分,乘3 于是答案为20乘19乘3等于1140 在这个例子中,C23表示从20个人中选出3个人 选的人少,所以好算 那如果选的人多呢? 例如从20个人中选出17个人的话该怎么算? 从20人中选17人,有C23是17种方法 按照运算规则,分子从20开始,向下连续乘17个数,一直乘到4 分母从17开始,也向下连续乘17个数,一直乘到1 这个算是看着好吓人 但仔细看看,可以发现分子和分母中有重复的数 分子中有1716一直到4,分母中也有1716一直到4 这些重复的数可以直接约掉 这时分子剩下20乘19乘18,分母剩下3乘2乘1,好算多了 但是,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算是很眼熟? 是的,就在这里,刚才算C23的时候也是这个算式 这说明C2017和C23相等,这是巧合吗? No,下面我们就从组合书的意义书手,来解释它们为什么相等 老师从20个位同学中选出17人参加运动会,共有C2017种方法 在20人中选17人参赛,说明有3人没去 那么其实老师只要选出这没去的3人就行,有C23种方法 组合数C2017和C23分别从正反两个方向计算20选17的方法数 自然相等 这说明,如果组合数CMN中的N很大,可以用M-T还N,答案是一样的 例如C199,用100-99,T换99,等于C11 再例如C5048,因为50-48等于2,所以等于C52 利用这个性质,我们还能得到一个有意思的结论 C88表示从8个人中选8个人,只有一种选法 而根据刚才的性质,因为8-8等于0,所以C88等于C80,说明C80等于1 这个结论乍一看好奇怪,但其实还是有道理的 因为从8个人中选8个人是一个方法 一个人也不选也算一种方法,所以都等于1 利用这个结论,我们还可以得出C2是0等于1,C3是0等于1等等 好了,组合数的性质就讲到这里,大家加油做题赚金币吧